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咱们继续啊 来看一看这个植物为我僵尸 这是来到了第22期 虽然说呢前面呢是过了这个boss啊 但是啊这个并不是最后一关结束了 它这游戏呢还有六七两大关 第六关的话呢整体这个大关呢都是黑天 然后呢会在这个屋顶作战 也就是说呢黑天屋顶 然后咱们这里继续吧啊 还是这个带上心爱的这个阳光谷啊 我是觉得这个阳光谷是比这个 像人鬼要好用的 这样的话呢对面呢来了三排啊 三排僵尸咱们呢继续补阳光谷 然后呢这个小钱够用了 咱们来看看这里怎么处理一下 先给一个花盆给一个水草 然后呢继续补阳光谷 来继续上 然后现在下一个呢应该就是用一个这个啥了 用一个这个魅惑了 第一排来了高建国墙 那现在没钱了 出了75补一个魅惑 然后下一个的话呢 应该会用一个这个二爷的生花了吧 我们来看看啊 我这里怎么处理的 好叛徒 看了一个 哎这里水草也要复远了 但是很明显不够啊 这里上个吹方啊 空一个节奏 然后呢 把阳光谷补上 这样呢再出一个阳光谷 咱们就有钱了 好这位置呢 蝦皮僵尸也出来了 咱们正好看一看 蝦皮怎么办 这里可以看到呢 第四排的僵尸正好去打下边的了 然后呢 咱们一个这个吹风拖节奏之后呢 拖到了下一个这个一二五啊 有好了 这样可以看到呢 我的四排 有这个对面将士帮我拖战 但是没打过 之后呢 五排这里呢 是可以拿下了啊 五排呢 可以这个魅惑了 之后呢 这里上一个高土豆啊 直接呢 扛一扛四排 这样的话呢 一二三四五排呢 目前位置全部完善了 之后呢 这一关呢 虽然说啊 没出这个蹦极僵尸啊 就是那个上货僵尸 虽然说呢 没过来蹦极了啊 但是啊 我依然要带一个这个保护档 因为呢 我在多次被这个游戏坑了之后呢 我发现啊 哪怕它画面上没显示出现的僵尸 它后期可能也会出现啊 这是多次被坑的一个经验 好 咱们这里呢 是继续 在第二排跟第四排啊 分别上上这个 全新菜投手 然后这里第五排 准备给一个吹草 给了一个这个高土豆 其实第五排给个吹草挺好的 因为这高土豆的话呢 有点靠前了 之后在第二排补了个吹草 然后呢 这里补吹风啊 上一波控制 然后给这个前面呢 这个阳光菇 尽量给它毛多一点 那这样呢 感觉就是阳光菇也够用了 之后再三排 再补一个输出 然后呢 在一排呢 可以再补输出 好啊 那第一排的高土豆啊 吹泪躺 这里呢 上滑盆 一排上一个输出 那现在呢 只有五排没有输出了 五排呢 我打算等这个 底下的高土豆被啃干净之后 我在五排的上输出 现在呢 可以看到 虽然说这个对面 这个铁头贵降职 很扛揍啊 但是的话呢 咱们这个TT效果呢 依旧的优秀 前呢 也是慢慢长到了 这个四位猪狼马上 这里呢 三排上高水 然后呢 走吹风 走这个花盆 上这个投手 好 这里呢 我在第一排呢 上了一个这个战具啊 是准备这个扛一波 然后呢 往前捕水草 尽量把这个战线往前拉 然后呢 这里给保护伞 再保护这一圈就完事了 哎 这里没有保护伞 其实那圈 刚才那位置应该放个保护伞啊 做到这个 未雨绸缪啊 最后呢 继续啊 这个吹风 基本上有就放就行了 因为呢 也没有需要他打的这个气球僵尸 所以说的话呢 还是可以的 然后呢 这里继续 五排呢 终于也有这个 查了 也有这个这个投手了 然后呢 咱们现在钱已经很多了 可以看到是吧 这里呢 我是把这个五排的后边的这个高速都铲了 往前上一上啊 再先往前拉 因为目前为止呢 毫无压力 可以看到是吧 这块呢 被我打的是接接后退 之后呢 五排给高速都往前上啊 这样呢 战线就彻底往前了 然后四排的高速都也可以铲 全换成这个啥 全换成这个卷菜投手 这番事了 对 铲掉 全换成这个投手 好 这样呢 这些人基本齐备 每一排呢 最少都有两个绝对他投手 这就够干了 之后呢 后续的这个高速都往前满 然后呢 给前面的水烧铲掉 以步步为营的战术 拿下的关就完事了 这关的话呢 应该是破烂不惊了 这钱太多了 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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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阳光姑一旦成型啊 这个钱是真是比这个 像是鬼是快太多了 好 这位置给这水草 直接把传送弹拉掉啊 要不然那传送弹呢 是很讨厌的 好 继续投手 然后接着摆 铲掉 哎 没货骨不用他了 再投手 再把花盘 高土豆再往前堆啊 尽量把这个东西呢 堆到地方脸上 这钱已经是 我感觉 照这个趋势发展钱 就这钱都能达到一万啊 这太有钱了 吹风 接着吹 不让他破坏我四行的一个花盆子 花盆继续往前跑 水槽铲掉 这水槽很明显用不上了 别让他占地方了 上个保护伞 再来 告诉都是CD了 上去 后边的告诉都是铲掉 真就是往他们脸上走啊 丝毫不给面子 哎 铲掉 这样的一片欣欣向上 我的所有的小蘑菇 都已经长大了 全长大了 看板张 哎 那牌我没给一个那啥呀 那牌应该给个保护伞 要不然对面一会来伤过来就坏了 我还往前摆 其实这不用摆了 我这还把花盆往前吃 没有必要了 就上了刀子兜了 这里呢 把山仙彻底拉到最前了 啊 上了个追草 没什么用了 其实啊 现在已经就不低了 就这个阵型 谁来都好使 好吧 可以自助通关了 再偷 好这样呢 把捲铁菜头手也铺满平了 这里把阳光谷又产了 我产的干啥 没有产的必要啊 虽然说呢 产了能上一个新的 但是确实是没必要 因为这个 太多了 上了保护伞 那有点必要 这个保护伞还是可以的 这样的四个保护伞保护啊 问题不大 我还在上花盆 我不是剑吗 这花盆也行啊 这花盆上最前面的水草 可以加快一下 通关节奏 不然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个铁头柜将是打半天打不死啊 哎呦 这真是万键气泡啊 感觉出这个 三锅万键气泡的效果 这里呢 第五盘毛了 到不行了 加车底安去了 头一次啊 玩这么长时间了 头一次把这个东西啊 遭到最面的脸 甚至开心 六千多块钱了 这照这个进度真的一万啊 现在才过了三分之二 这一次是几百啊 一次是二百三百 哇 这太坏了 好吧 不管他了 挂水机得了 把水草惨了 就算告诉我 我这双土豆战术啊 好 还差一个告诉我 他就马齐了 这里又产了个阳光锅啊 又上了一个这个啥 上了个头手 其实不用产了 不如等这个钱到一万了 来一个万元户的体验 好吧 这样的话呢 这个阳光锅都产了这一半是到不了了 保护咱也产了啊 产错了 把这保护衫 什么这边 我还整了个对齐 我这玩的真劲啊 这当时是不是有个追加 全给换成这场啊 全给换成投手啊 可能是有这个追加 这都背不住 那你看这吧 我准备全换成投手了 大家一起投 那就是往上放 好那现在呢 还能产12345678 还能产麻子 这夏日葵也是猛造烟光啊 看出来夏日葵 这个意思不要产我 我为你贡献了这么多是吧 你之后直接就 无情的把我拿下了 那这位呢 高普总是怎么自尽了呢 有什么情况 好来车了 我说这高普总是怎么自尽了 一二排被成功突破了 但是呢 问题不大 好吧 这一关呢 可以看到是目前为止啊 也算是特别轻松的一关了 你真是毫无压力 这没货功能没货车吗 应该不能放 机械的也没货了 有点说不过去了 来看一下 车也过不来呀 我去看看能不能没货这个车 还在铲 太贱了 这真是圈地战术 放了个二爷 直接把船子拿下 从那呢 大爷吓死了 早的放第一排啊 没死被打碎了 肯特 一样 这个面包 主要我为什么拿下 好吧 那这样呢 好像只剩第一排的怪了 看看能不能 好像不能了 那左边剩一列这个 阳光屋了 这个好归好啊 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 但是他一直把这怪打到屏幕外侧 他就输出不了 这一点挺单狠的 你看是吧 这个我们看班长 给他怪打出屏幕外了 就输出不了了 还得等他走过来 啊 这 这是这局啊 这一关能打这么长时间的主要一个原因啊 就差这了 好 这样的话呢 轻松拿下 还有一只吗 怪呢 哎 哥们 出发了 完了好像死鸡了 啊 在这呢 走不过来了 我已经死鸡了 那么下次抱不了 好吧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呢 很轻松是吧 那么呢 这期的视频呢 就到此为止了 我是本机械众永恒 喜欢呢 记得点赞 咱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